美国司法部7月24日起诉的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 最近在格兰德河上架设浮动障碍 来试图阻止移民从墨西哥跨越进入美国 诉讼要求奥斯汀一名联邦法官 迫使德克萨斯州去除大约305米长的河面橙色浮标障碍 拜登政府说这些浮标障碍引发人道与环境关切 诉讼称德克萨斯州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 在边境城市伊格尔帕斯和墨西哥的黑石城之间非法建设了障碍 这是德克萨斯州边境安全行动的最新升级 行动还包括铁丝网 以擅自进入指控逮捕移民并用巴士将避难寻求者送往其他州民主党人领导的城市 要到会被起诉的阿伯特星期一早些时候致函拜登总统 表示该州有权架设障碍 他指责拜登未能有效阻止移民前来美国 让他们面临危险 这两天美国多地民众突然开始抢购大米 有的人甚至买了一整车的大米囤货 由于抢购人实在太多 一些商店不得不将大米限购 大米一夜之间变成了热销产品 这是因为印度政府于7月20日宣布 由于天灾等因素会保障其国内市场供应 禁止除蒸古米和印度香米外的大米出口 即日生效 引发了全球大米供应短缺的担忧 而大米的价格也水涨船高 许多超市将原先22美元左右一袋的大米 价格提高到32美元至50美元 据悉 美国大米价格平均已经上涨了约11% 美国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分局日前宣布 对近日被捕的两名涉嫌针对长者 进行电话诈骗的男子进行指控 他们合谋对共有度假权的现任或前任长者屋主进行诈骗 调查发现 这起电话诈骗案导致至少有370名长者受害 损失总金额高达450万美元以上 受害的长者通常使用他们的社会保障收入 投资和退休账户以及储蓄款 定期向嫌犯指定的诈骗公司支付服务费用 而每位受害者常在短短几年之间就被骗走数十万美元 共有度假权是一种房屋产权共有模式 允许多人共同购买和使用某处度假房产 然而出售或解除共有度假权协议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 常被不法分子利用而欺诈牟利 证据表明两名嫌疑人利用诈骗所得支付个人开支和奢侈品 并没有向长者屋主提供所承诺的服务 近期加州各县都感受到了酷暑的影响 并且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天气会更加炎热 亚建设Kimberly 呛医生7月24日提醒民众通过采取预防措施 保护自己和家人来为加州的酷暑做好准备 首先要保持充足的饮水建议每小时至少喝两杯 或16盎司的水来保持水分充足 虽然很多亚裔喜欢喝热水 但在天气较热的时候 喝室温水可以帮助保持凉爽 纯水是最好的选择 避免饮酒和咖啡因 因为这些饮料会让您更加脱水 穿宽松 轻薄和浅色的衣服 以帮助身体保持凉爽 了解当地避暑中心的所在位置 如果无法待在家里 要知道如何寻找交通工具去别处避暑 将空调设定在摄氏75到80度 可以抵御最炎热的天气 确保您的窗户有百叶窗 或者备有额外的毛巾 毯子和床单 以营造较暗的环境 避免在直射阳光下长时间待在户外 特别是在温度最高 太阳辐射最强的高峰时段 即上午10点至下午4点之间 定期关心一下年长的家人 朋友或邻居 以确保他们在酷暑天气中 能够保持凉爽与健康 切勿将儿童或宠物留在停泊的车内 即使只是像去商店买牛奶那样的快速差事 也不值得冒险 就算窗户微开 停泊的车内温度也可能在几分钟内 就迅速上升到危险的水平 导致非常不健康甚至致命的情况 千万不要这样做 在公众视野中 已经神秘消失一个月之久的 中国外长秦刚 7月25日被正式免职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 当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经表决 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重访外交部长一职 会议中没有提及 免去秦刚外长职务的理由和原因 也没有提及其另外一个头衔 国务委员将如何处理 秦刚去年12月30日被任命为外长 整个任期仅半年多 成为了任期最短的外交部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